彰化縣談前國曉的廢校爭議 目前在地村民是提行政訴訟 要求縣府撤銷停辦公告 而警察員調查 願令縣府沒有充分的討論 學校的可能發展性 就決意停辦 正沒有實踐到程序正義 善盡社會溝通 因此通過了糾正 不過縣府就強硬回應 說監察院的說法是以偏概全 會讓第一線的公務員更加難為 彰化縣大城鄉談前國曉廢校之後 現在已改為特色遊學中心 但校園內一片空蕩蕩 監察院經過調查 認為彰化縣府為充分討論 學校未來可能發展 及決議停辦 為實踐程序正義 善盡社會溝通 決定糾正縣府 葉大華表示受少子化影響 小校伶俐現象普遍 彰化縣府在專案評估會議上 並未明確討論停辦事宜 就進行公告舉辦公聽會 而與會人員多提出改制分校提議 卻在兩週後決議停辦 過程相當粗暴 不符合兒童 全力公約中的最佳利益原則 坦前村長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 但二十七位坦前國小學生 已遷往他校就讀 後續還有漫長的行政訴訟要打 一十二年三月十六號所進行 彈前國小於一一二年八月一號停辦 的這份公告 請求法院將這份公告撤銷 彈前村打行政訴訟 要求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撤銷彰化縣府停辦公告 目前還在審理中 將窮盡所有司法手段救濟 不排除釋憲 彰化縣府則以文字回應 停辦依照國民教育法第四條 辦理一切依法行政 監察院說法以偏概全 會讓第一線公務員更加難為 記者姚明鳳的韜 彰化報導